阿嚕哈的TT咪咪咪打戰爭時間啦 好那因為我們最近都在瘋狂打我們的巨額額關卡嘛 那打完之後都會有一些獎勵啦 那目前來說的話我們的薄荷喔 又爆倉啦好不好 所以這邊的話呢我們的薄荷滿滿滿滿滿啦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那個就是 升級一些我們的那個能夠三階的角色喔 那當然是先從我們能夠打我們的漂浮敵人的角色開始啦 或是能夠打一些就是一般敵人的一些角色喔 所以我們就來用一下篩選看一下啊 有哪些角色是目前可以就是那個三階 然後又可以打那個漂浮敵人了 因為目前來說我們在打那個巨額額關卡 就是必須要用一些能夠打漂浮屬性的敵人嘛 那我們就看一下能不能把他們給進化或是解禁喔 魚迷貓怎麼可以進化了 喔缺這個普通的這個種子是不是 哎呀抱歉啦我這邊什麼薄荷都有就是沒有種子好不好 這邊就就沒有辦法了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是能夠打那個 漂浮屬性的人可以進化喔 有時候讓漂浮屬性變慢 菩薩貓 菩薩貓這邊都還沒有讓他進化 這邊的話 雞射程會變旁然後會讓那個攻擊力下降的新能力 菩薩貓感覺好像也 不賴喔 但是我們還是先進化超級貓貓好了 這個機器有的就先不要管他們 哈哈哈哈 不管他們啦 哎 這邊這隻可以進化是不是 哎他需要的是那個種子耶 怎麼我們用者鬥惡龍貓要需要種子啊 這個咧這隻的那個能力是能夠打飛漂浮 並死之移動變慢 所以是我們聖龍王梅基多拉 以大腦性能的破壞力攻擊敵人喔 這隻好像還蠻厲害的 龍王梅基多拉好像還行 這隻的話先納入喔 然後無重力的話 無重力還可以再進化喔 他會變什麼超重力是不是 攻擊不死敵人畢竟可以使動作停止 但是我是要打漂浮的啊沒有辦法 好這個哎探天隊也可以喔 全方位取得攻擊力 能力上升好不好 這個超時空基地星雲暴 這隻好像還不錯喔 可以考慮一下 所以目前還是聖龍王跟那個星雲暴兩隻進化吧 然後我們今天先進化一隻 然後明天再進化一隻 好我們先進化那個好了 哎 大家會比較喜歡龍王還是星雲暴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 雖然 哈哈哈哈 雖然我這邊會自己決定啦 我先先看一下星雲暴好了 因為明天的話可能會打我們就是那個 比較大隻的那個就是 呃嘛 就是LV60關卡 LV60關卡我們再讓那個聖龍王登場 我們先看一下 時空基地星雲暴好了喔 先進化一下他 應該還是夠的吧 應該是夠的喔 進化 來 我們來看一下哈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那個 很像那個流浪的浪人 他有進化嗎 哎 他有進化嗎 喂 你不要騙我耶 他是帽子顏色改變是不是 不是啊 他根本就 沒什麼進化的感覺啊 有那個 飛碟看起來也有比較 畫質比較高一點點而已啦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87喔 感覺根本就沒有什麼變啊 搞毛鬼 好 那目前來說我們的這個聚兒爾的關卡 目前來說是打到了那個 53關卡啦 我們就看一下喔 然後 目前這一套隊伍真的是還算是 蠻蠻穩定的 那真的要換的話可能要換誰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耶 因為是換個 章魚狐貓 吧 因為章魚狐貓這邊的話 基本上我原本是想要讓他來擋住 我們就是那個波動的 但是其實那個波動說真的 只要我們這個 欸那個誰 我們的那個 攝影師貓貓擋起來的話 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所以把章魚狐貓換掉看看好了 應該會 比較好一點點來試試看 如果 要說爆開我們就再說好不好 來看一下我們的那個 星雲豹 看一下星雲豹的威力喔 那我們明天的話再來進化一下 我們那個 聖龍王喔 應該也是蠻帥的 然後目前來說的話 地底專是還沒有辦法那個嗎 還沒辦法三階嗎 應該也是可以的吧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個 三階之後的這個星雲豹 他會變成我們這個超時空基地啦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好不好 有多超 來看一下喔 這邊就不開加速了 現在開加速的話 真的就 自尋死路這樣子喔 LB53關卡 那一樣的打法 就等他過來之後 讓他先鑽地板 然後用我們攝影師貓 來把他們給避掉 基本上 就比較沒什麼問題了 因為 三階虹貓基本上他的威力 也是蠻容易被我們 就是那個誰啊 被我們那個小鱷魚給他咬死了 所以也不是那麼推薦給大家喔 好 因為日本是想說可以用 那個來防伴鴿子的波動 但是 鴿子波動也才一成而已啦 所以就也還好 然後這邊猴蟹 然後記得這邊的話 真的是一致不能用太多 OK 打A 鴿子現在不是一下一隻囉 這邊的話 等於要派到兩隻了 要不然就會很慘 OK 這邊的話一樣好不好 攝影師貓貓真的是 鴿子殺手欸 超猛的欸 咕咕咕鴿子殺手欸 很猛很猛 這個這個攝影師貓貓 這個大家可以練起來 不要以為他很爛 而且他在死前的時候 他還會存活 所以基本上他的那個就是 使用能力算是還蠻高的 今天還可以存活的話 就真的很不錯喔 現在怎樣是 鱷魚會有一個那個攻擊下降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效果是不是 那也是蠻麻煩的 好然後後面河馬要過來了 我覺得現在的話 基本上就是繼續維持 然後 把他錢包就繼續升 然後繼續維持他 現在目前來說應該都不太可能 那麼快的直接把他們給推掉啦 所以應該有大把大把的時間 可以讓我們就是 存錢喔 好 先把這個殺掉 然後 鱷魚你們也不能就是以為他很厲害喔 因為他基本上 他感覺就是他的那個攻擊威力 沒有像我們鱷魚那麼多 所以這邊的話在控制盾牌方面的話 就要好好控制一下 因為鱷魚這邊的話 他是比較容易咬爆 因為鱷魚的那個應該說 他嘴數比較快吧 就是他的那個攻擊速度 稍微是比較 偏快一點點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就是 不要太出太多那個猴血 我們就是要慢慢把錢包疊起來 然後再慢慢打過去 這樣會比較沒有什麼問題的那種感覺喔 好 先慢慢把他刷掉 好 你看這樣的話基本上你看 輕輕鬆鬆可以把我們一隻那個 他媽給刷掉 所以就先不要推這麼急喔 有沒有有沒有 好 盾牌 然後再猴蟹 基本上這一撲的話 待會就可以慢慢過去了 再叫個盾牌來防禦就好了 這邊河馬就交給他咬爆我們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然後交給那個 猴蟹來打那個河馬 然後慢慢把錢包帶到那個 一萬多 然後再慢慢把我們就是龍公獸啊 或是我們一些那個是比較 比較厲害的那些貓貓叫出來 哇 這邊的話應該 會比較麻煩一點點喔 派兩隻過去了 等他 等他們被咬死吧 等他們被咬死 我們已經開始在碰他們塔 反正就是不能碰太快 因為他們碰塔一碰之後 就會馬上有那個燕子出來喔 那燕子稍微就會比較麻煩 呦 被那個鱷魚給咬掉了 好 就是用這個方法慢慢存錢啦 然後把錢包拉上來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就是 比較好的做一波就是那個 金錢的那個就是很涼 就等於是你已經開Mex的感覺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是 一樣也不會控制的話 就是可以直接開個Mex 而且現在才發現這個鱷魚 會讓我們攻擊力下降耶 太強了吧鱷魚 莫名逼妙耶 太強了吧鱷魚 好 然後這邊的話 基本上16500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先 先一隻龍公獸喔 先龍公獸出來 但是我就怕那個 龍公獸直接把鱷魚給噴死 這就是一個 比較不好的一個地方啦 因為 我們昨天的話就有發現 就是他會這樣 會慢慢的把他給噴死的話 就不是一個 很好的消息啊 好 那我們就開始慢慢全部都出 那我們攝影師貓貓算是蠻厲害的啦 這個屍體只要死掉 死到第二次的話 基本上他就是會直接就是 掛掉 所以這個大家就不用擔心了 然後白褲狗出來 收到機出來 然後再慢慢存錢包 星雲暴應該也算是一隻比較 遠攻距離的角色 所以這邊的話應該還是要 把他放在一個比較 後面出來的一個位置 跟美女神差不多的那種概念 下我之後再看一下 星雲暴進化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看滿路都是這個 死掉的這個鱷魚喔 然後派我們那個誰啊 派我們就是那個 攝影師貓貓 一個一個把他們清掉 這樣比較尷尬的是我們錢包 感覺好像 不怎麼夠用就是了 所以這邊要小心一點 因為我們是換掉一隻那個啊 章魚無貓啊 然後把那個星雲暴叫出來有沒有 來了來了 燕子直接朝那個 百物供那邊過去打耶 真的是有過機車的喔 快回來 龍宮獸跟那個 初號機鐵錠要趕快回來的 不然這邊的話 一定會被打爆 然後先叫一下美女神 待會再叫星雲暴 有進化掉了 星雲暴來了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待會來看一下 進化之後的星雲暴 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現在走在那個 美女神的旁邊 很可愛有沒有 哼 那個風很大的感覺 你知道嗎 邊走那個 那個圍巾就一直晃一直晃 那應該是破衣不是圍巾喔 好來了 那主要來說本關的關鍵 還是就是在我們 就是美女神的身上啦 來我們看一下 星雲暴的威力喔 星雲暴是不是就走的有點太近了啊 有了是 新版的飛碟 但是被打了 攻擊距離感覺好像 有點太近了 哇 欸 別鬧啊 別鬧啊 來來來 飛碟來了 開炸 砰 他的那個飛碟感覺是 有上色的啦 就還蠻好看的 而且他還可以打那個就是 不死敵人進化 可以直接爆炸 但是 現在目前最麻煩的就是 他的那個攻擊距離好像 會被 會被打爆 會比較 比較麻煩一點 而且他是不是死了 他死啦 哈哈哈哈哈 星雲暴掛了 沒關係 那我看起來 搞不好 欸 就就就就就 ちょっと ちょっと待って ちょっと待って 我覺得今天這場可能 有點麻煩了喔 因為我們人美女神也掛了喔 我現在 手不能停喔 我剛 看那個星雲暴看太爽了啦 忘記把那個 忘記用貓炮把那個星星挖出來了 星星目前真的是很尷尬 然後 只要解決掉 就目前的星星的話 應該就可以在那個 繼續的那個就是 打好關卡 因為 他最後的話好像就只會再 出 我們那個不死鱷魚喔 不會再出星星了喔 哇 你看我們這個53關卡的話 基本上就要 花到我們第二輪的那個 超級貓貓們了耶 所以就會比較 沒有那麽簡單了喔 哈哈哈哈哈哈 原本以為可以用 時空基地打一波 我看起來 時空基這個 這個輸出的這個範圍啊 應該也沒辦法 但我記得 聖龍的那個 輸出範圍好像也是比較偏近的耶 所以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 哇 天啊 反正現在 目前來說的話就是 已經要等到那個美女神了 不然就是要慢慢的把那個 獅子獸他們給瓦解掉了 不然就 就會比較麻煩 但現在已經到了一個就是那個 鱷魚的輪迴時間了啦 所以基本上 不會再有那個 不會再有那個不死猩猩跟那個 不死的那個敵人的那個 比較麻煩的出現了喔 所以就慢慢來 料理他們應該是沒有什麽問題的喔 然後星雲暴這邊真的是因為那個 鵝鵝的那個 攻擊距離跟那個 獅子獸的攻擊距離是會打到他的 所以就 稍微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如果打一些其他的那個 不死關卡的話應該 他就會變得還蠻好用的喔 所以到之後可以就是 好好的去給他用一些就是 他比較適合的關卡這樣子喔 好 這邊順利把我們的這個 這個紅色死以後打死之後 他就只剩下我們巨額而 那就是 慢慢的用美麗聖結弓箭打爆他 應該就很OK啦 然後 這邊的話呢 就是 就是要小心啦 我覺得一開始的那個就是 存錢方法真的可以先學起來 因為 這樣你就不用再開一個就是那個 我們那個MAKES喔 其實就 還算是比較 不用浪費我們道具的 你就可以慢慢刷 因為這關的一開始那個 就是存錢法真的是 比較偏簡單 就沒有什麽太大的問題喔 好 直接交給我們的美麗聖結弓箭 其實我就覺得 攝影師貓包真的很猛耶 他可以一直那個 死前復活死前復活 但感覺好像沒有打到是不是 哈哈哈 壓油 你看只能靠我們美女神射了有沒有 一直在射一直在射 所以如果你有那個啊 我覺得如果你有小宇宙的話更好 欸其實我還沒有抽到小宇宙 我一直很想要抽到小宇宙 如果有小宇宙的話就更好 因為小宇宙他會打飛我們那個漂浮敵人 而且是比我們那個美女神更遠的一個攻擊喔 就完全沒問題了 好 那目前LV53關卡也是沒有問題啦 那今天原本是想要測試我們的那個 星雲暴喔 但是 看起來好不好 攻擊劇還是稍微有點就是比較尷尬一撥 就對這關卡來說了 但是 整體來說的話那個飛碟有上色很漂亮很棒好不好 所以這個的話 哈哈哈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這種就是 古代兵器系列的話好不好 都可以再去抽抽看然後把他們用到三階進化 最近我們的薄荷真的是太多了啦 所以要直接來一波那個就是 進化一波才會比較 才會比較有空間啦 那明天的話我們應該就會來進化一下我們聖龍王啦好不好 所以大家如果期待我們龍族的那個進化的話 可以來鎖定一下明天的影片 那差不多應該是明天 明天是我們的那個 禮拜 欸禮拜二好不好 禮拜二的話哲平會公佈我們 就是那個抽獎名單 所以大家的話可以在我們就是那個 上一次的那個就是 大家幫我協助我那個就是 怡斯瑪那部影片來看一下自己的 下面有沒有被留言 其實那YouTube的話 如果你有被留言的話 他都會通知你啊 所以大家應該都會知道自己有沒有中到我們 就是500的那個 點數罐罐囉好不好 所以大家也不用緊張 欸甚至每次辦這個抽獎活動 就一堆人來問我說我到底抽了沒 啊平常 平常沒辦的時候都沒人來問我 你們是不是專門來抽獎啊 你們是不是專門來抽獎啊 自己講 我覺得是吧 哈哈 啊沒有關係啊 好啦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結果我們今天進化 這個超時空旅行隊 真的好像蠻 顏色蠻好看的話 可不可以留言點個喜歡喔 那麽啊 我是曲曲片 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